一群人围住连忙制止 而最底下的女子 已经快要喘不过气 好不容易将两人拉开 女子才终于能够大口呼吸 如此暴力的场景 竟然是发生在国小教室 22号下午4点 一名男子中午参加村里 举办的冬至餐会 几倍黄汤下肚 突然决定要去学校 把还在上课的儿子接回家 他走进教室上 直接把儿子带走 虽然是爸爸亲自来接 不过男老师发现 他看起来已经醉醺醺 担心学生安危 走上前阻止 借过对方久易上头 直接挥拳打人 听见吵架声响的女主任 冲进教室关心情况 男子却一个大外哥 将他压制在地上 长达一分钟 几乎快要喘不过气了 直到更多老师来帮忙 才将两人分开 远景抵达现场 将闹事的家长带回派出所 两名老师觉得头又痛又晕 还好留院观察六个小时 没有大碍 男子市民船长平常逃海为生 临时想借儿子回家 胆喝忙了 进校园闹事 对于校园暴力 教育处表示加以谴责 并且与警方多加配合 来加强校园安全 我们先给老师公假疗养 然后也指示了 我们的学生辅导资商中心 针对学生来做一个 后续的心理辅导 课堂进行到一半 家长冲进来 还爆发严重肢体冲突 老师受伤 学生也受到不少惊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